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年级的意思就是说是你最多二年级 我是这个意思啊 六减二等于四 高赵啊 同仔啊 哎呀 我这个 对我 我农民行了吧 但是我农民 但是我让你能摔投胎 而且你当众说连摔七个 我操你妈呀 说是评论最起码你得有理性的分析 是吧 你不能整天漫无目的地瞎扯 漫骂 是吧 你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都是农民出身 我说祖上 是吧 都是农民的后代 你整天在这群里骂农民 我不知道你是说你的聪明呢 还是说你傻 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听得很气愤 但是农民他有他认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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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怎么气愤我 他妈都不会说 农民他有一个片面性 但是你得从整体上分析的 农民他也有许多正面的 你比如说以前那个 历朝历代呢 他们都是那个乡村自治 你看看乡村上的这个村庄里 他都是自治 都是农民自己管理自己 你管理的非常好 竟然有序 再就是历朝历代 好多的接根而起起来反抗这个剥削的 压迫的 都是农民 是吧 他这有许多优点 再就是农民 他这个 你各个村庄里 你去看看这些县存下来的古建筑 他建的非常的豪华 布局啊 你不过情台楼戈 是吧 高赵啊 你看你啊 你这是 你现在这个 就是你刚才啊 在骂街 对劲下去了 是吧 你现在又 又 又说要讲理性了 是吧 哦 哎呀 这个摔投胎这个听说过啊 那就是你逆来顺受嘛 你的祖先不行啊 这个事是遗传的 对吗 哎呀 这怎么办啊 不好弄啊 就是绝对一百年不动摇 这个绿化啊 这个小路啊 龟化啊 这个水系啊 他不觉得非常优美啊 他神明也很高啊 你不要小看这个农民啊 再一个呢 过去的农民呢 他品德非常的好 你想村里那个建学堂啊 是吧 修路啊 降桥啊 或者为那个贫困的村民建房子啊 或者救急啊 或者供应贫困的还得去上学 这都是村里这些富有的农民做的事 这主动去做的啊 一点回报都没有 完全付出的 你再去的农民 你看他 他视觉你看那游民 有的农民他还是非常非常精明的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 他在外地经营的那个什么那个 钱庄 电档 这个中药 还有的经营着手工作坊 是吧 人家跨着跨列的行业非常广啊 你老是骂农民我就搞不懂 你祖上不是农民啊 还是这农民的这些这些优点你都不看 光去愁农民的缺点 在说事 哎呀 佟太啊 我呀 我也不懂历史啊 我也不可能掌握真理啊 我只要让你祖上摔投胎啊 这事我也听你说的 我他妈哪知道这个啊 这他妈震惊啊 摔投胎 这他妈算 我太他妈恶心了 我他 你们太残忍了 太懦弱了 一群废物 农村臭臭 哎呀 佟太啊 我也不懂历史啊 我也不可能掌握真理啊 我只要让你祖上摔投胎啊 这事我也听听你说的 我他妈哪知道这个啊 这他妈震惊啊 摔投胎 这他妈算 我太他妈恶心了 我他 你们太残忍了 太懦弱了 一群废物 农村臭臭 宁肯摔投胎啊 也坚农不反抗啊 哎呀 压仓石 太好了啊 还挺懂 还得摔投胎 我操真他妈懂 约翰 你就 登前属于那个什么 属于的群的车皮 堵乱麻的 是吧 你又扯这个投胎这个事 你不知道你扯这有什么意义 再说你们的少数民族这个乱轮 那有意义吗 咱们现在 现在的去扯过去哪件事有意义吗 有什么意义 你说 童仔啊 你放心啊 你绝对不是投胎的后代 因为投胎都摔死了 这个废物还装逼呢 就是一说就说漏了 刚讲完摔投胎 然后马上就是这个 大中华区第一学姓男儿 这怎么可能 这个高赵啊 这个摔投胎是你先说的 我就重复了一遍 你就说讲这些事没有意义 童仔啊 我是第八个是吧 那就是前七个都被你摔死了 是吧 我操你妈的 狗日的邪恶农民 对啊 我没承认不是我现在说 在这个群里我现在说的 对啊 我说了这是一个历史史实 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就不明白 你们在群里扯了下 到底有什么意义 包括你在群里污染 污辱农民 到底有什么意义 能不能谈点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高赵 你说的吗 摔投胎 你啊 你是想 就是 虽然你的祖上 被摔投胎了 但是你认为 我的祖上 也是被摔投胎的 你想羞辱我 我现在告诉你了 我是导致你摔投胎的人 你听懂了吗 啊 那个农村贱货 我是报尔吉士 你懂了吗 操你妈的 摔投胎的民族 这个狗日的 应该立刻去死 操你妈的 你妈就不信说 你那个民族 你那个民族 是乱轮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回家叫你爹 不要叫爹 他有可能是你哥 你明白吗 你家没有大小 一块儿生 你妈那个鼻也真大 叫你爸操了 你再上学院操 还能撞他下 你说你妈的鼻多大 你告诉我 哎 能成几个狗鸡吧 操你谁要骂的 你骂了个鼻 以前我以为 那个狗东西 他骂的还算个人 我还跟群主说 把你留在群里 那不然你他骂的 就坏群了个啥种 你他骂了个鼻的 操你妈 哪天叫你妈个鼻的 去淹死你个鼻羊的 高招啊 你你啊 你是汉族是吧 他说你不会汉语拼音啊 你好可怜啊 我就是小学 小学毕业 你呢 我操你妈的 你骂了个鼻的 你不到哪里去 哪里去骂你 你真是该骂了个鼻羊玩意儿 你骂我不去操啊 你回去你继续操行啊 跟你爸一块儿操 你骂个鼻大 反正你你 两个狗鸡吧 能撞得下吧 撞不下 那个山东棒子 我给你游个山东棒子去 你再倒一倒 我给你跳个粗的 那颗粮大的 那摩擦力也大 你骂也爽 你还小学毕业 你他骂的文明不 你素质都高 则拿去拿去骂鼻羊的 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老被人家骂 不知道吗 在这个群里 来来来回回 让人骂了多少次了 把你踢出群里多少次了 自己不知道吗 哎呀 现在啊 现在啊 就是贵族啊 就是还在甩 还在甩 这个党多好啊 你看你天天好像 就一副这个 接受不了的样子 摔偷胎你都能接受 他妈现在多好啊 别他妈装逼了 中国作协那个副主席 是有一个专职副主席吗 报尔吉原演 这个李辉 李辉 我看来杂志也常见 李辉是写什么啊 李辉 秦辉 汪辉 全混了啊 那个人 他那个副 副主编叫什么李泽厚 那个绝对是个小人 水平太低了 不是不是 说错了 不是李 李泽厚 叫李什么 那个人 忘了啊 对对 这叫李 李静泽 哎呀 这个人啊 我怎么 纯他妈农民 他妈杂碎 摔头胎 你就来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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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对对对 那个高赵 你 就是你是不是具备 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 你就说具备 或者不具备 你只要回答 我以后再也不为难你了 我说到做到 一立方铁有多重 我操你 这他妈太他妈傻逼了 那叫铁的比重或者密度 你懂吗 7.8克 立方厘米 这个是指 这叫比重 我操你妈个狗日的 我操你妈的 摔摔摔投胎的后代 我操你妈的 回答你妈个狗逼 一立方铁有多重 我操你妈的 傻逼农民 这个 这叫什么 童仔啊 你他妈个傻逼 你他妈就是 工地上的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大工啊 叫什么 不知道啊 反正你就上工地的民工啊 啊 啊 这个叫什么 云 云永沧海 是吧 刑事拘留 是你说是多少天 是28天 是吧 只要不签字 警察就得把你放了 我操你妈的 这帮 这帮 这帮傻逼农民 投胎必须摔了